业信,今天要听的这本是什么? 小园里有二十树 哦,你声音好低沉哦 我很喜欢这本,我来看看吧 我也很喜欢这本 校园里有一棵树,就只有这么一棵 贝德罗喜欢在下课时间到树的附近跑步 经过这棵树旁边,他都会特别小心,以免撞伤了它 有一天,他停下脚步,仔细看这棵树 哦,他真的很瘦 细细的树枝,像铁丝一样 上面只有几片干枯的叶子 贝德罗走到树旁边,抚摸树干 树上突然冒出一片新的叶子 老师提醒他,不要碰这棵树 老师说,树可能会受伤 可是从那时候开始,贝德罗无时无刻都在想着这棵树 过了两天,贝德罗去给树浇水 这棵树又冒出几片叶子 再隔一天,他给树一个拥抱 这棵树就长出一根新的树枝 老师又劝贝德罗不要这么做 他说,这棵树在这里已经很久很久了 从来没有人理它,就让它安安静静在这里 像从前一样比较好 那天下午,有人在树的四周放了一圈金属栅栏 用来保护它 一个星期之后,当贝德罗爬到最高的树之上 老师得爬上梯子,才能把它带下来 因为这棵树又长高许多 后来贝德罗告诉其他同学说 只要多关心这棵树,它就会长大哦 因此,Marta在树的旁边种了一朵花 让树不再觉得那么孤单 Louis在树枝上挂了一个小鸟屋 枝羹鸟的歌声应该会让树很开心 Sofia朗读了她特别为树写的诗 朗读完毕后,大家都为她鼓掌 老师也是 那天下午,老师撤掉栅栏 还把鞦韆挂在最粗的树枝上 这样一来,树就能和孩子们玩得更尽兴了 过了几天,有几位叫做植物学家的科学家来看这棵树 他们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 因为这棵树竟然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长得这么高 完成检验的工作以后 他们说,这棵树非常独特 全世界只有这么一棵 一定要好好地照顾它 贝德罗和他的朋友 一起在树上盖了一间好大的木屋 老师认为这间木屋是适合阅读的好地方 于是,他们就把图书馆的书全都给搬了过来 某天早上,贝德罗发现树枝上冒出一个像小圆球一样的东西 那是什么呢? 当那个小圆球掉下来 植物学家又来研究它 他们说,那是一棵种子 只要种下它,就会长出一棵新的树 大家集合在学校里 讨论要怎么处理这棵种子 最后的决定 是把它送给另一所没有树的学校 每个人都同意这么做最好 他们将种子放在铺满了棉花的小盒子里 交给邮差 他们邮差怎么那么臭 他的衣服颜色跟我们不一样,对不对? 你是这个意思吗? 可是我觉得,你看他的鼻子尖尖的 哦,可是外国人的鼻子都很高啊 他是外国人吗? 嗯,我觉得他们这个故事应该是在国外哦 老师的鼻子也很长啊 有没有 小朋友,画平面的你看不出来他鼻子尖尖的 宝果送到了另一所学校之后 校长立刻种下种子 还放了一个提醒的告示在旁边 请勿踩踏 以免有人踩上去 种子发芽了 新的小树开始生长 但是它还太小 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人注意到它 有吗? 有狗 有狗 直到某一天 有个女孩看着它 它真的很瘦 哦,有一个种子耶 细细的树枝像铁丝一样 它走到树旁边 伸手 抚摸它 哇哦! 它在陪伴树吗? 在这边 在这边 你 都在那边